之前由于货币鲁布的暴跌 苹果的俄罗斯在线商店不得不暂时关闭 现在在线商店又重新开放了 但16GB无损版iPhone6的售价 已经调整到了53,990鲁布 折算成人民币大约是6,090元 售价一提再提 战斗民族的小伙伴们都快要哭晕在厕所了 智能可穿戴设备 近年来越来越受我们的关注 腾讯射箱用户体验设计部 最近就对24,877名用户做出了问题调查 发出2014智能可穿戴市场白皮书 从调查报告上可以看到 认知率相对较高而使用率低 说明厂商的宣传做足了 但用户并不对产品买单 这当中当然也有价格太高的原因 有68%的可穿戴设备价格都在500元以上 甚至还有40%高达1000元以上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 目前的可穿戴设备 基本是主打运动户外领域 而用户更期待的是医疗和安全领域 传品在功能上并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所以也就导致了流失用户的使用时间 有87%有不超过三个月 不知道明年苹果Apple Watch的开卖 能不能改变这种唯靡的市场呢 日本运营商KTTI携手LG 带来了FX0 这款基于Firefox系统的智能手机 配置上并不出彩 它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全透明外壳设计 手机的内部构造可以一览无余 上市价格约合人民币2580元 25号在日本限量发售 CNN提选出2014年度最优秀的10位CEO 并且把苹果CEO库克放在了第一位 原因是他成功胜任了美国最难当的CEO职位 库克向世人证明了 在乔布森离世后 苹果还有创新的能力 一并带来了iPhone 6 6 Plus和Apple Pay 明年还会正式开卖Apple Watch 而苹果今年的股价也大幅上涨了40% 赚幅几乎创下历史新高 库克当写年度最佳实至名归 但或许仿单上的第二名就会让人吃惊了 CNN把这个位置给了黑美的CEO成首宗 冲他没有盲目追求市场份额 而是把目光聚焦在软件方向 并且成功地使黑美的股价上涨了35% 钢丝也不用再担心生存问题 昨天除了有魅蓝的发布会 华硕也举办发布会 带来了全新品牌飞马手机 有黑白两种颜色可选 再用五英寸显示屏 屏幕分辨率为720T 搭载莲花科四核 64位MT6732处理器 500万前置加800万后置的摄像头组合 其中后置摄像头 还提供最达3000万像素画质的照片输出 抽签上市的版本 支持移动4G和双卡双待 2GB RAM加16GB ROM 售价799元 魅蓝在发布会上吃定了红米Note 现有产品拼不过的小米 又能怎么样呢 隐藏身份是某某之家的快科技 当晚就在微博上发出了 消息人士向他们独家曝光的 小米新旗舰真机图 还称这款小米高端强行机型的售价 可能会是2999元 看来小米憋了大招啊 小伙伴们不妨期待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每日评 买手机 幻想起通讯 对你才是真爱 不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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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期待